民国97年4月17号 当年有感于环境污染家具 严重危机原本的自然生态 为了提升民众的环保意识 当年桃园市公所 特别在虎头山环保公园 举办一场种树减碳健康YES的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来种树 并以环保素材为设计主轴的概念秀 来揭开整个活动序幕 当年活动现场 除了有精彩的环保概念走秀表演 让民众看见资源在利用的各种可能性之外 当年时任桃园市长 还亲自带领与回贵宾与托尔索的小朋友们 一起在环保公园种下42棵极望之树 要借此呼吁大家 共同响应正树减碳 美化环境的行动 记者综合报道 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